对于天霸来说 去到城华镇 这是他本周新的老家 问题也不大 派这场比赛 也是吃到了航线之变 但圈行和他们开了一个 大大的玩笑 我就说这两天的这个圈 拿下了诗城北的一些高点 NV在刚才踩了一脚刹车之后 现在也再次启动了 但是他们前面引擎的轰鸣声 也是让童家宝和K1 感觉有点要被劝到一起的意思了 就不太好开 而且尬在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上 先来看一下这里 体坛和TC 这个是因为中部 大家的节奏都提得比较快一些 会有一些节短一的小摩擦 体坛也是 还是撞到了一起 K1它并没有选择 我沿着南部公路 我一直往前开 拐弯了 其实也是沿着公路走的 只不过走到这个位置 也是一个断续 对 它是分叉的 它就直接沿着这条路进房区里面了 其实NV前期的这次那脚刹车 最难受的应该是童家宝 好像把这场比赛的 它的意识非常的明确 它这个明确的点在于 它想要通过自己的提速去超过 至少K1它想去超过的 给到微博和天霸都比较难受 这波架确定要打吗 因为它这里是一个大强侧 你看后面 这两支战队 真的就是在最前方的位置去开战的话 很有可能后面堵车 而且会被圈架 没错 那这样的话 诗城周边的这几个高权子 也是一脚油门了 不管那么多了 你们在这里卡 你们就卡了 而对G Team来讲的话 这更是在遥远的蓝圈之外 和AG进行大战 司马光这里是A仔和思婷 其实他也是在考虑说 这个圈如果往东或者往西刷的话 我一会集合往哪边去走 但偏偏来了一个难切 这个位置击倒明斯哥 应该只是拖延一下微博gaming 不要让他打自己的屁股 是啊 想补的话是非常困难的 比TC更加困难的应该是体坛了 因为买房买得比较早 那现在来看的话 房子塌价了 自己想出去的话 要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多 还是要承接一下 看一下南边的队伍 他想不想出城 是的 这场比赛 目前在珍贯行列当中的几支队伍 K1 NV还有Pi 点位都非常的不错 而第四位的微博gaming 也是受这个圈形所限制 还在拿信息和服务人的过程当中 TT和狼队撞在了一起 狼队果然是选择 我往里再深入一下吧 不能在城区里面久久的滞留 一会很有可能 屁股后面回来队伍 过来清淡 那如果狼队走了的话 体坛如果得到这个信息 他们想西部进圈的这条道路 将会更安全 东边这里 天霸没有堵到AG 已经往南边更走了一大步 凡是等到了G Team 这波从运营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AG确实要领先一些G Team 是 因为如果说AG 以刚才那个诡异的角度进圈的话 现在的结局就和G Team一样 好在对AG来讲的话 他们是调转了方向 直接来到了南部 选择轻窄边 这就是刚才那一次有区域 可以说是近位分明 是是 井水不犯河水 除非下一个圈真的就北切了 来看一下刚才 真准啊 其实 明明露的身位真的是挺小的 在没有辅助瞄准的情况之下 这个距离直接放倒 C 再慢慢地清理 他因为这个圈是往南边去刷的 所以他北边滞留的两个人 也不想让整个队伍 全部陷入到城区的一些麻烦当中 所以他还是选择绕了一下 直接绕到了这个圈的西边去进圈 哎呦 但这个圈又刷给了一个偏向于东部的圈形 那这样南边的AG和4M 4M这边的话没有动 AG应该是知道G Team的信息的 那这样的话过来想要清G Team的残边 但是天霸也是拍马赶到 因为G Team的信息你AG有 我天霸也有 是啊 这毕竟是我亲手淘汰的队伍 那现在来看的话 两队陷入到拉扯 AG呢刚才卡了一波G Team 现在反而成为了G Team的保镖 不好意思 我的宝宝只有我能打 点了几枪 对于天霸来说 他们还是想要寻求一个更好的进圈机会的 因为他的目的 我是堵在这个圈的外面 马路方便我去砍 我去卡人 既然我刚刚已经卡到了G Team 那接下来还有对我过来攻我的话 不对 我可以往圈里面去进 你看YT的这个车藏着的 再看师傅CY这开 那AG有可能不知道 有可能要被溜一个 要遭中 师傅CY 他还在晃 再晃 那AG没有完全的放松警惕 看一下宝哥 宝哥应该是感受到了 似乎是有点危险的味道 在我的周围蔓延开来 从感觉这个防区不对劲 怪怪的 那这样的话 G Team 或者是AG 两队都算 躲过一劫吧 公主这里车被打了一下 看还能不能有机会 跟队友去团圆一下 后轮没掉 那这样的话 应该可以安然的进洞 团圆了 这局比赛 AG的嗅觉真的太灵敏了 他们躲过了两波 我们看起来 就很有可能 很致命的操作 是的 会陷入到自己队伍的编制锐减 甚至团灭的麻烦 他全部躲过了 当然G Team的那边 车藏的确实也很好 刁钻 但对手呢 有可能通过远距离的这个技巧 发现他的载具 是 这种技巧呢 大家在Rank当中也可以利用一下 远远的 你切这个FTP 看一下桥上有没有车 来看一下天霸 就刚才这波 天霸其实他等待 他是觉得 AG和G Team会不会打起来 对 他还想来劝呢 结果AG直接大事不妙 我走了 对 反倒是把天霸的顺位给抄了 现在顺位 现在天霸必须要往北边打 那这样的话 回到北侧 两队啊 又是熟悉的剧情 感觉天霸换到陈花阵之后呢 和微波gaming之间的故事 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只剩下野猫一个 领域 依靠自己的再去 先把分补了 一波妖射呢 没有能够打到领域的血 再来一波 领域是帮队友拉枪线的 野猫被挂了一枪 现在是一个被高打击的状况 野猫 野猫现在是一个残血 没有人的领域 队倒了 但是领域队友的补枪 来得非常地快 来自于清智 体弹呢 踩上了高坡 那这样的话 清智也只是压了自己一人 天霸看来要被体弹 团灭在当地了 对 体弹他是从这个高坡过来的 直接就踩着天霸的头顶 作威作福了 爆炸力功 还在响彻战场 还是要清智 这个雷定位的还是不错的 雷弹一裤 弹到清智身后 清智的顺爆雷 看看会头像何方 没有能够炸到对手 AG呢也是拍马赶到 两只红色的队伍 包夹了清智一人 最终也是倒在了投掷物之下 而对AG来讲的话 其实东北方向的面积足够大 体弹和AG完全没有必要 为了这一个山头大动干戈啊 果然两队还是选择了 暂时的止息冰戈 先和平了 因为大家的赛区保有量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对 看下一个圈 如果真的东北切了 其实可以一人卡南 一人卡北 对 大家很和平 现在的话这个圈形 我觉得它也可以 携手就往前进嘛 但是蓝白之间的面积足够大 对 那这个圈形一旦刷新的话 可能体弹和AG真得干一架了 因为没有停角东北切 在这个决赛拳当中 能够吃鸡的队伍 就是 或者说吃鸡概率较大的队伍 就是这两队 看看能不能够决出一个满编队 四马光 四马光胆子真的很大呀 他主动过来给队友报位置 四马光被后连加场的九七放倒 四马光是被补掉了 那这样的话 AG的正面战场 有点溃败的意思 哎呦 Suki 很帅气的一波三连暴走 成功轻语掉了AG 这波对于体弹来讲的话 虽然付出了人员上的代价 但是绝对是赚的 因为是自己手动轻出的一个弱编 再看正面战场 ISD和SDE SDE还要去顾及原点的TC 甚至是顺手将其团灭掉 这就是SDE最近的作战能力吗 就是在体弹已经给自己 肃清一个弱编的时候 ST这边也把自己西北侧的 这个掌握权给拿下了 嗯 童家宝和Point Point 剩余两个人的编制啊 而现在是一个分采 但是清晨的这颗雷 起到了奇效的 放到了龙仔 那这样的话 童家宝前点的压力就来了 听此官要过来帮啊 正面战场 两个人是不足以支撑 是 稳稳的幸福的 再加上龙仔已经倒地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他的点 必须要有人过来补啊 大的来了 我们从右上角 边缘位置 可以看到两个箭头 已经顶过来了 那就是K1 如果这一波 VM和童家宝打成一个互倒的话 你别看K1 只来两个人 他是有机会 能够把南边给清完的 走得很快 找到一个掩体 但是清晨这里也被放倒了 VM还是人数编制太少了 两个人能打上的这个协同并不多 没有形成互倒 那这样的话 K1的券架计划呢 也宣告破产 对 那这边K1还开到了一个人头 比较香 也是赚的 对 不枉费他十万八千里 从刚才STE 把TC的那个角度绕过来啊 那K1的话 已经有一个人 拍手在圈里面去踩点了 所以现在这里开到了一个人头 在南边的任务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也收集到了童家宝的一些信息 现在可以赶紧往圈中去进了 这次是接替了AG的顺位 进入到了洞内 但是这个洞内下一个圈又要刷走了 来看一下小帅 这里是一个买点 而且是一个独狼 其实刚才第一时间我看到 差点就把K1一个人给放上了 露给炸宝一个背身 对 这里K1的反应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下一个圈行刷新之后呢 将会决定这场比赛决赛圈的出阵成员 因为呢 目前来看是一个阴阳圈 花痴 就是小花种坑里是吧 挖个坑买点土 数个12345 把小花种出来 也合理啊 种一个长两个 你还能把队友复活了不成 那郝先生有点难啊 而且花痴他种自己的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圈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三叉马路最最中央的这个点位 三叉新灰圈 正中间的点位 他是怎么都不可能被刷出去 对 但是这个圈一刷的话 很有可能北部决出来一个队 就要踩你的头顶了 是啊 这样的圈其实也是北边打架的催化剂啊 因为K1肯定是会卡住STE的 至少把STE限制住 那这样的话STE的动向就只有一条路了 那就是往内扎了 然后去抄一下TT的顺位 来了 来坑里了 真的踩到了花痴的头顶 现在来看的话STE在K1的限制之下 不得不和狼队以及TT决出一个胜负 当然了 因为刚才是拿下了这个花坑 所以说对STE来讲的话 面对这波团战 他们是有更高的一个获胜可能性的 对 就可以说这条马路整个被他们给踩住了 对 就一会儿如果说狼队和TT他们打起来的话 STE再收缩自己的阵型 是可以劝这波架的 南部 体弹和童家宝也是战斗了起来 而且率先击倒一人 这边南边北边都有战场啊 TT面对狼队的一波攻势啊 用投授物已经是先打开了突破口 而对TT来讲的话 也没有因为先击倒狼队一人 就一拥而上 因为他们也知道外围是有STE的枪线的 再看南部战场 体弹和童家宝那两队是出现了互倒的情况 目前K神只剩下了自己一人 最终是被微笑给收入囊中 这个角度好像不太好扶啊 锁谷也拉了出来 感觉派就是这样的队伍啊 前期我收作一团 后期呢我散成一个满天星 对 甚至他其实可以再往前顶一些啊 你看有锁谷再往前走 配合着自己队友安炎的架枪 他还可以过来干扰一下童家宝 像童家宝整个队伍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他们需要扶人 前前的人要顶压力 花花在温雷 这颗雷是冲着烟雾弹去的 没有能够炸倒锁谷 锁谷发现此地不可久留啊 对 其实一出手没有炸倒人 可以走了 关键是北侧也不是完全的太平啊 K1有可能啊 趁着你听派倒人的过程当中呢 就把你的点位拿下了 派不用特别的激进 他直接卡着就行 王子这个点位很神秘啊 看看他一会儿能打几个 小明感受到了一墙之隔有一个人 先封住楼梯口 狼队的振兴已经被包夹了 对 这波团队下去是非常困难的 全员挪出来 面对TT的包夹 最终也是倒在了当地 ST呢也顺势控住了这条马路 身后虽然有K1 但是呢这个掩体足够他能够卡住TT 是 ST刚才这个观望了一下整个南边啊 其实他这个位置 他也不能拉出去劝架 因为K1已经就在自己的脸上了 主要是也没有扶导了 是 TT可以说是没有耗费太多的精力 就将狼队给清掉了 看看这颗投措物是顺道 时间拿捏得怎么样呢 时间拿捏得不错 但是一块石头阻挡住了所有的伤害 是 但J-Team这个点的话 就可以说是有来无回 就我能下去 我能在这地方待着 但如果圈耍走的话 我肯定是不去的 再来看一下ST 另外刚才提到ST还陷入到另一个麻烦 就是他踩着这几个点啊 坑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都是一些小低点 有点吃投措物 但他们从这个坑里面拉出来了 ST的投措物先破点了 那么与此同时呢 NV也是清理掉了J-Team的两名选手 K1和ST站坐一团 反ST的枪线展不开 虽然说有投措物的一个打开突破口 但是呢枪线问题 现在是ST必须要解决的 而且东部的TT和NV 现在都已经解决了各自的麻烦 对于ST来讲的话 背身必须要去顾及一下 是 所以说呢在背身威胁的影响下呢 ST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扩大战果 而且旁边有爆炸猎弓 然后不断地在削残ST的血量 那对于ST来讲的话 这几个小坑啊 还是非常难占的 一旦有爆炸力功存在的战场 这些坑啊厕所的 就不能够称之为点位了 只能够称之为坟墓 孟洋 抓住了对面上车的一个时机 那这样的话阿杰非常的困难呀 赶不上这二路汽车了 对 就看自己有没有再去保存 孟洋一看这一路上怎么这么多车呀 告诉野队友往后扫 我扫前面 我只是看住阿杰 一过去了 发现队友没来 队友说我被扫了 我有什么办法 这边还是目的地还是坑 这坑里有人直接落位 对面全都是大汗 但是小明先蹦倒了一个 反应还是很快的 但背身同样露给了NV 哎呦 王子这里一边往前打 一边还在规避龙的强线 他居然没倒 他还看到 那这场比赛 进入到决赛圈的队伍 肯定就是NV派 童家宝和K1了 对ST和TT来讲的话 几乎是已经失去了吃鸡的入场券 是 闪着这场比赛四个淘汰 但是无奈 坑 爆炸裂弓 要素极其了 QC拉出来 但是坑里面是两个人 他收到了这个信息 赶紧往回走 这里有一个小凹槽 另外一个坑 前点不能掉以轻心啊 后点Paraway 是被飞行交界区给带倒了 直接泥头蛇冲撞 开打仙一波妖射 放倒了QC 但是很遗憾 龙斯哥补枪成功 这里阿杰 还有阿杰 阿杰他过来了 他看到了孟阳 孟阳匍匍在了这个车的后面 哎呦 刚刚好挡住了孟阳 但是孟阳就起身了他 哇 起身反秒了阿杰 这就是孟阳 追孟阳 孟大将军 现在随着东北部战场的结束 虽然NV只有三人编制 但大部分的压力都在 童家宝派和K1这一侧 三支战队如果打成残编的话 NV这场比赛 依然保有着吃鸡的可能性 现在首当其冲 受到麻烦的肯定还是派 派这里必须要先 扛一波童家宝的施压和拿圈 还不再往前走 但是其实他现在 在这个反驳已经够了 因为圈形把他们包扣在内了 主要这个位置要吃雷的 所以说他要排一下 这个长条房的二楼 二楼排了 没人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给到花花和维森一个信息 对方有人的话 也可能只在长条房 自己这一侧的一楼 那这样的话 童家宝从第一点往前拉的时候 第一波投注 没有对童家宝造成一些伤害 那这样 两个队友就开始坐起来邻居了 现在这个距离还是有点微妙的 感觉NV的执行力很高 因为刚才我看 散兵倒地的那一瞬间 队友还想去救 但是瞬间又 泥头车冲撞了回来 应该是指挥告诉他们 把我卖了 对 就跟昨天龙斯哥一直在高喊 我要没了 我要没了 指挥说 你没了就没了 中文字幕提供 and they just want you to settl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so get a good job don't slack off wake up every morning make a good impression on your boss don't do anything that i wouldn't do and when you're making money make sure you don't spend it too soon fuck that i'll do what i want to do i got a different path from everyone and that includes you who for you to tell me how to live 装装如果在北边的话 那就有绿色了 北部是一个滴地 哦在NV这一侧 但与此同时的话 童家宝也有机会 因为率先吃到蓝圈的是K1 K1要想发力的话 一定是向着TimPi这一侧发力 所以童家宝有这个时间 可以劝一下K1和Pi这一波 但现在给到童家宝 他也需要去面对两边的一个麻烦 首先就是NV这里的枪线 或者童家宝往前去推进 或者童家宝想去劝架的时候 自己的背身不会要露给NV K1开始呼烟 首先要防的应该就是原点 童家宝对于自己进攻道路上的限制 而对于TimPi来讲的话 猴之物很关键 看这颗顺暴雷听到脚步了 眨残一人 枪神第二颗守雷 枪神也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赛季 守雷击倒最高的男人 而对手WY呢 也在前三之列 两个人都是守雷的实用好手 不过好像WY现在没雷啊 有雷的话 他早就已经开始问了 其实枪神手里面的雷也不多 又能怎样 主打的就是一个效率 再打一个 还得是枪神啊 远点花花也开始向着NV发力 对于NV来讲的话 有足够的时间将人扶起 TimPi现在也出现了导人的情况 童家宝和TimPi 现在必须要大战一场了 是 其实现在童家宝的人缘编制出来还不错 双方都有导人 童家宝的机会来了 现在必须要做事 但对于童家宝来讲不用着急 自己现在只要不导人的话 就有机会和NV去争夺吃鸡 而对于TimPi来讲最难受 哇 这个诡异的角度来自为安言 放倒了龙仔 现在场上花花和维森的位置也不太乐观 因为一直想要去劝这波架 导致自己没有拉位置 对呀 一把G3虽然放倒了对手 但是自己也被补枪了 NV一场比赛看来是十拿九稳 只剩下花花一个人 面对的是一波三打一的肃清 看一下花花 很难一天改变了 她手里面的投掷物数量就仅有一颗闪了 还吃到了投掷物 雷在自己头顶 你们要是要放倒一个 学了太子 再放倒一个 最后如果不是龙子哥的盆子补枪的话 花花就一天成功了 但这场比赛还是让我们宫崎 NV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哇 这样的一个决赛圈 实在是太惊险刺激了 差一点点就被花花完成了反杀 没问题吧 谢谢大家 的